创意吸睛 文艺飘香 文创百宝香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建国科大本学期有上百名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交流学生 研习空间设计和商业设计课程 而学期的作品展题目是以地方文创生活观点 为大陆云南做包装设计 同学们有哪些特色作品和表现呢 同学们完成作品后又有哪些收获和感想 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建国科大商业设计系副教授李嘉豪 李老师为我们分享说明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老师可以先跟听众介绍一下 当初怎么会想到用地方文创生活的观点 来为大陆云南做包装设计的想法呢 基本上我们在大陆交流差不多快四年时间了 在早期的交流过程当中是 他们来我们课程上做随伴读属 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过去大陆那边做反弹 所以我们前几年会过去大陆的时候发现到说 它的效益其实基本上不够大 因为等于说他们会选到很多科 然后不同的科在系所当中的教学和系统上比较没有统筹性 所以后来我们学校决定在四五年前 以专班科来做他们的中体制造 所以像我们这边有设计专班 还有土木专班 还有财新专班 那我们就以目前这些专班的形式来对学生做整体性有系统的教学 哦 是 基本上这些同学来自于大江南北了 所以最远的有那些蒙古哈尔滨 然后当然也有云南本地的学生 然后我们基本上少数民族这个议题 其实早在三年前我们早就有在做一系列这方面的议题 比如说有贵州少数民族 广西少数民族 然后这次我们制作是云南少数民族 其实这个发想是我们早期台湾最有名的文创设计 就是以原住民设计为发展 其实台湾在十几年前原住民创意算是非常的知名 所以我用这方法来把它导入进来 然后大陆同学它基本功夫非常的不错 可是他们缺乏了一些文创的概念 所以文创基本上第一个要文化的涵养 所以文化涵养他们缺乏了这一块 然后文化其实早在中国里面各个族群里面都有很深的文化涵养 所以我们去把它发掘出来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创意 比如说以洞族苗族或羌族来说好了 他们很多不错的精品纺织 以及他们的精工 是 文化带有它的特色跟它美丽之处 老师那您刚刚讲到说 这些大陆同学来自大江南北 那他们怎么样来构思案收集 当您把这个题目给他 这次是云南的部分 他们在台湾这边是怎么样来收集相关资讯 基本上其实在网络之刺 其实网络资讯其实非常非常的远卜 然后我就说你们可以利用网络的搜寻 所以他们透过网络之后 收集一些网络的媒介 然后慢慢去收集资料 所以我们大概前半个学期都在收集资料 然后并且告诉他们说文化是什么意思 目前的文创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衣食住 以及纺织生活习惯 再做任何的一个结取 像前几年有做一个非常著名的 就是酸汤鱼 酸汤鱼是他们少数民族贵州 一个非常著名的饮食 在当地认为说它是基本款 可是经过同学的巧思和包装之后 变成整个贵州省政府那边 他觉得这是蛮值得肯定的 就类似我们台中最有名就是太阳饼 可是太阳饼慢慢的包装之后 就变成它是一个半熟鱼 然后这几年变成是凤梨酥 所以早期凤梨酥在台湾 我记得在二三十年前 我在当兵的时候 凤梨酥是一个非常廉价的食品 可是经过我们这几年的巧思和文创 凤梨酥已经变成是大陆或是日本 韩国来必买的一个半熟鱼 其实文创的概念 基本上是从文化做涵养 然后透过我们的创意巧思 做重新的包装和整合 然后配合它的产业之后 整个结构练成都完整出来 同学透过网络的收集 然后再透过我们上课教学 然后利用台湾的案例 然后来做讲解 其实他们学得很快 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可以举一反三 刚才十二想说 有些同学会反映说 老师我是来自于哈尔滨 或是北京同学 他其实一辈子也没有去过云南 他说没关系 你透过学习 透过课程的教学 其实在文创的过程当中 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变成原住民 才可以做原住民文化 这是给他们一个最大的鼓励 所以他们透过这些鼓励之后 才觉得原来文化的涵养 其实基本上只要透过不断的 收集资料 不断的分析 不断的学习 其实不一定说本身要融入它 或是走过它 当然最好是走过 或是经过它 但是因为我们在时间上的交流 其实是在半年之内要完成 所以是有点赶 我觉得同学透过这样搜集资料 还有发想创意 希望能够展现更多的价值 老师您可以帮我们举个例 您说之前有酸汤鱼的文创包装 那这一次同学们 他在云南这些特色产品的部分 他有做哪些的设计包装 基本上云南有产咖啡豆 然后其实我不太清楚 他说云南咖啡豆其实蛮不错的 然后另外一个案例是 他们把云南的少数民族的金饰 变成包包的金饰 这两个案例是蛮不错的 比如说云南他们有同族 他们会跳舞 然后他们同族跳舞的姿态很美 然后服装华丽和金饰的华丽 就是他们头上会点一些影视品 好那这些同学利用巧思 然后把它全部做萃取 然后变成一般我们常用的手提包 手机包 或是我们看到的化妆品包 因为我刚才讲说文创不是说 你变成转换原来旧本的 而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新的 有一个生命体 好那有的是命体之后 要让现在人可以会使用 而不是说我们去买了之后 然后放在家里没什么意思 到此一游 那就失去了文创的概念 文创就是利用我们旧的文化 然后变成现在人可以用的 比如我们手机包 就一定会用得到 女生的化妆品包包 他就把这些文创放进来 那我就说你们在做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整个服饰放进来 我们要萃取它的元素精神和符号 所以在符号里面 他只要萃取出它的图腾 它的颜色配色 以及其他的一些课程 所以他这些同学 他们做的这次比较有课设计纺织 我同学他是问我说 老师我来自于大陆 然后纺织我不熟 然后我也没有纺织一些设备和材料 那怎么办 其实这些同学蛮优秀的地方是说 我去鼓励他们 你们既然来台湾 那我们就是尝试 然后重新去做学习 所以那同学在短短不到一两个月的时间 就把纺织品包包 自己亲手把它做出来 包包他的材料也是自己去找出来 哇这个真的相当不简单 对很不简单 对很不简单 老师那咖啡呢 他怎么样来包装 基本上他们目前咖啡 他们还是很传统这种袋子 塑胶袋 或是这种纸袋子 然后外包装就写的像是云南咖啡豆 或是一个云南的少数民族的照片 我说这样子的话其实不讨好 一般对于现在消费者来说 他其实基本上还是会比较属于那种地方型的设计 好那如何变成比较有名的设计 让全世界都可以接受 其实就教一点那种现在那种设计技法 像是Pixel Art Pixel Art就是我们做的点瞄法 可以想象一下我们那种 早期那种黑白机 游戏机那种点瞄法 像马力兄弟那种点瞄法 教那种技术 然后他利用技术去做色彩去萃取和形状的点瞄 然后把它做一个简单的造型 和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那些那种可爱造型 好那第一个是形状的改变了 然后再过是咖啡的包装 他也重新做一个新的改变 一般包装的话 现在目前大概就是以个人包为主 或者是那种小型包装 那我就给他讲说 那整个包装形式就是以方便简单 重点要能够还绑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几个克星和 现在时代潮流东西把它做结合 所以透过文创设计 让这个东西有新的价值跟生命 老师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同学们在制作完这些产品之后 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呢 基本上他们最大的感受是说 台湾的教育是完全跟他们原本的 在大陆所受的教育是不太一样 在大陆的基本教育是密集式教育 比如说我们今天学这套软体 然后连续三个礼拜都学同样一套软体 或是同样一套知识 然后过了三个礼拜之后的第四个礼拜 又重新一个新的软体或新的技术进来 等于说它是很密集很密集的三个礼拜 学同样一套 那在台湾这边我们是属于说 我们是一个学期来做整套的思维发想 然后再过来上课老师是比较随性的 比较能够以引导式为主 这几年像我们都是以引导式发想 比如说我会拿一些日本的英国的文创 或是美国的文创给他们看 基本上在大量阅读和大量看过程当中 他们会觉得眼界会变得不一样 然后他们交流老师也会来我们台湾 到我们学校来做交流 其实我会在问他们 目前有点像是我们早期台湾在二十几年前 我们要教纲教本 就是说他上课的时候 一定要照他的教纲来做进行 不能脱离教纲 也不能脱离他的教本 像我们就是不会有教纲教本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会看 最近美国在留学什么讯息 我忽然可能会收集一些最新的东西 然后马上可能在上课过程当中 就赶马上做分享 所以等于说我们的上课是比较及时跟美国欧美做同步进行 特别像是有些争议的议题 流行的议题 服饰的得奖议题 这些都可以融入我们设计议题里面去 那也透过这个作品 让这些陆生们在创作的过程中激发出很多 他们自己有些没有想到的一些才华跟才能 对 完全他们没想过说 原来这些可以做成设计的涵养 因为比如说我们前一阵子有星际大战 星际大战这个议题涵养 我们就可以马上融入到我们设计里面去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设计是要有时效性的 因为现代人喜欢是一个时效性 然后即时性 当然这些时效性和即时性 需要说不断的去了解说这个时代的运作 然后时代上需要再做什么事情 是 这些大陆同学这次来台湾 虽然短短的只有一个学期 但是我相信他们收获都是满满 在很多方面有新的发想跟看法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 建有科大商业设计系的副教授李佳豪 为我们分享建有科大本学期 有上百名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交流学生 他们以大陆云南做包装设计 开放一些地方文创产品 说明同学们完成作品 有哪些的特色 还有他们的收获跟感想 非常谢谢老师接送访问 谢谢您 谢谢